大陸民眾表示 中共治下黨政各界已經腐敗不堪 尤其迫害法輪功的行為必遭天成 他們聲明退出中共的相關組織 那麼下面是他們的聲明 這位叫易子的說 鄭重聲明 從今日起退出曾經加入的中共少先隊組織 除去邪惡印記 中共治下黨政各界已腐敗不堪 百姓及各階層已沒有人權自由 國人看不到真相 都被邪黨洗腦 尤其迫害法輪功更是最大惡疾必遭天成 現已明白真相要趕快與中共邪黨劃清界限 做真正的中國人 上海的劉富說 瀏覽到海外真實的信息後 感覺中共太邪惡了 尤其迫害法輪功的邪惡宣傳 讓我是非不分 還以為真相中共說的那樣 現在明白了真相 在此嚴正聲明 退出以前加入過的中共的共青團 和少先隊 和邪惡共產黨決裂 為人為了開始 全世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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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地 沿山的崩潰 之類的那樣 免根拉來 谷之外 無痔 speculative